還有真的跟假的 我心動了 所以是我爸爸的一個護士 OK 那是爸爸念對不對 爸爸口說 爸爸也說不出話了 是護士很疼我幫我寫一個東西 護士很疼你 很疼我 因為他是父親的乾妹 跟隨父親很多年 是父母親的乾妹 對 OK 然後我最近打個電話 去謝謝他先生 我說我知道這件事情 是你和你的太太 來寫給我了 你是最近這幾年才知道 我早就知道 我只是沒有 那你最近才打電話 去謝謝人家 對 稍微晚了一點 沒有 因為母親過世之後 難怪到我等你幾年也沒算什麼 因為母親過世之後 就會有很多事情你會去想 這些記憶你會去想 我在你這個節目 在講出從來 我真是都沒有講過 我感謝你 你滿會挖新聞的 真不錯 不是 我是覺得分享 因為其實我今天很謝謝 顏凱泰先生 因為他也帶來很多 這樣非常珍貴的照片 這些照片從來沒有在媒體上曝過光 那其實我問他我有點困難 因為不像我訪問所有的人一樣 其實我會盡量的跟對方聊天 但是因為我知道 其實他是內心很 很敏感 那我又不太願意一個大老闆 如果說太過感傷 或者是很情感 對不對 所以我要幫他拿捏一下 可是我又 你拿捏得很棒 沒有 沒有 至少你現在還沒有把我眼淚弄出來 我覺得你是成功的 對 但是我是覺得 因為我知道你不喜歡這樣 所以我不想要勉強 你不好看嘛 來到這個貴節目 是啊 在那邊哭得亂七八糟 你還要買衛生紙給我 怎麼好意思 有 我們不用買 就在旁邊 是嗎 OK 不過我其實覺得 因為我正好有機會參加了一次 那個吳順文女士的 這個新聞基金會的一次開會 那我在這裡面我就看到了那個吳女士 跟這個顏凱泰 他們母子之間的互動 我們能不能換個話題 你這真的會把我眼淚逼出來 我還沒開始講了 我愛 對 為什麼 換個話題嘛 OK 等一下你再跳回來 我看 那你可不可以 你不要聽 因為我就是觀眾想聽 你可不可以先捂住耳朵 你這樣捂住對不對 因為我很想講是為什麼 太多了 先換個話題 OK 好 先換話題 我們講我們睡衣 好吧 那等到你走開了以後 我再補錄 我再單機拍我好了 OK 好 因為我覺得其實母女之間 母子之間有很多很深情的片刻 我覺得別人也許她可以分享 可是我知道好像還有一個事件 讓你就 就是那個導火線 讓你決定要到國外去念書的 就是你在中學發生那件事情 但是不能說 不能說嗎 可是你已經說了耶 對 但是那個 這個大家都還要活著 所以 為什麼呢 那件事情會讓 有些人不能活著嗎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這一件事情會 還好吧 那是年輕 年少 就是有一個交了個女朋友 學校不准你交女朋友 然後就引來一連串的事情 那但是這一連串的這個過程呢 就是弄得 這個學校 兩邊的家長都不是很愉快 都不開心 都不開心 那後來我覺得 那我就必須要出去了就出去了 恭喜你 你是個正常的 OK 你在年輕的時候 在國中嘛 就是說喜歡一個女生 國二的時候 對 那不是很 那是很開心的事情吧 那個 那當然了 真的喔 那個 那個初恨是永遠不會忘記 哇 所以初恨是在國二的時候 不能再說 OK 好 要走人了 還沒曬 這個 對 這個人家現在也 過了幸福快樂的日子 所以不能隨便亂說人家 後來就沒有再聯絡了嗎 對 比較少 現在還是好朋友 那沒有關係 我們不要講她 就是說 那個時候在國中的時候 你是比較喜歡什麼樣的女孩子 在外形上有什麼特別嗎 當然最欣賞就陳麗蓮了 哇 對不對 這個答案絕對不會錯 所以麗蓮真的 嫁給她是最的 最尊敬當然就是主播你 對不對 這個答案也絕對不會錯 OK 其實現在 要學習的對象 當然就是我們的馬夫人 對不對 就這樣就不會錯了 真的耶 標準回答 真的真的 標準回答對不對 好啦 Kennis 有沒有你的老的同事 或者是朋友 有沒有觀察到你 其實你這幾年 從一從